主料,瘦肉300克,小米50克,辅量,生抽二勺,料酒一勺,蚝油一勺,五香粉一勺,老蒸一块,老抽二勺,皮线豆瓣酱一勺,白糖半勺,玉米油一勺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把小米冲洗干净,碗中放入莓固小米的清水,把小米浸泡20分钟左右, 瘦肉切成长条状,老蒸切成末,瘦肉中加入料酒,姜末,生抽二勺,老抽二勺,皮线豆瓣酱一勺,白糖半勺,五香粉一点五勺,蚝油一勺,玉米油二勺,拌鱼腌制半小时,再把小米加入与瘦肉拌均,入蒸锅蒸一小时,蒸熟的瘦肉非常鲜满,软软的,烹饪技巧, 一下煎腌制的时候,可以放在冰箱里,二小米不宜浸泡太久,以免营养流失三小米需要先浸泡一下,要不然蒸的时候会很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